金智源近期因类之女王人气飙升 不仅戏剧事业盘上高峰 私生活也受到粉丝关注 经营她接受时尚杂志访问时 大方分享包包里的私场小物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颗迷你冥想钟 金智源偷了自己买了小的冥想钟后 发现效果还不错 认为她能帮助身心安定 于是入手了大的 这次受访跟直接拿出小的冥想钟 并示范敲钟动作 逗出画面让粉丝笑翻 此外金智源也展示了 她的原子笔和茉莉公主梳子 认真介绍每样物品的用途和特别之处 展现出她独特的品味 金智源在访谈中还分享了自己的兴趣 偷了自己喜欢在家里放松 阅读剧本观看电影 还表示自己喜欢听比余生更大的声音 这让她感到非常惬意 许多粉丝留言表示 金智源的ASMR访谈很疗愈 不仅能欣赏她的美貌 还能感受到她的内心世界 大圣这次的分享让人感到放松 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